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喵妹电影,今天喵妹要给大家介绍一部犯罪惊悚片猎头游戏 男主罗杰是一名企业的人力资源主管,身材矮小的他却有一个性感高挑的妻子 为了维持豪宅的房贷以及娇妻的巨额开销,于是开启了偷盗名画这一副业 由于偷盗的话价值都不高,而且每次只能拿到30%的分成 罗杰依旧被财务危机所困扰 某天在妻子的画展上,罗杰认识了一位名叫大卫的男子 对方是一名从事为新订阅的企业股东 得知大卫家中存放着一副价值连城的名画 男主当即私下约见了大卫来套取更多的信息 同时大卫也表示想跳槽到男主的公司当CEO 于是两人约定了后天进行详细面谈 回到家中的男主当即开始查询大卫的背景 却发现对方不仅是名股东高管,而且还是名退役军人 经过一番精心准备 隔天男主就在搭档的帮助下潜入到大卫家中 并且轻易拿到了那幅名画 然而还没等到男主高兴 他就在房间里意外发现妻子的手机 男主此时才意识到自己被妻子给绿了 忍气吞声的男主拒绝了大卫跳槽的请求 然而接下来的事却让男主麻烦不断 现实搭档晕倒在了他的车内 还在座位下发现了毒针 搭档想要去医院救诊 而男主却担心偷到的事情会暴露 政治中男主开枪打死了搭档 随后大卫也赶了过来 男主发觉不对赶忙逃跑 最后只能躲到郊外的一处粪坑里 为了保命 男主只好主动向警方遵守 然而大卫却还是追了上来 连动警察将男主撞下了山崖 命单的男主绞性逃生 这时他想起了大卫所提到过的追踪发交 而自己出门前刚好被妻子抚摸过头发 男主当即剃光了自己的头发 随后便躲进了情妇的家中 却发现情妇给大卫通风报信 原来情妇正是大卫安排在男主身边的 大卫为了进入男主公司 盗取关键技术 于是利用名画接近男主 因为遭到男主拒绝 所以大卫决定除掉男主这个障碍 而追踪器也正是情妇涂抹的 回到家后 男主和妻子敞开了心扉 原来妻子只是一时糊涂而出轨 对于整件事情并不知情 而男主也只是因为身材自卑 而希望用金钱来弥补妻子 最终误入歧途 两人终于释怀 第二天男主来到停尸房 拿走了自己的头发 而另一边妻子再次约会大卫 随后男主来到搭档的家中收拾好一切 大卫也甚至追踪器找了上来 男主迅速掏出了枪 而大卫当即开枪先发之人 却还是被男主打成了马蜂窝 原来刚刚见面时 男主妻子将大卫的子弹换成了空包弹 而且是警察也目击了枪战现场 由于男主躲到了摄像头盲区 警察误以为是搭档偷话 而引起大卫的自杀 最后男主和妻子离开了这里 而影片也就到此结束了 好了 今天妹妹就说到这里啦 关注微信号喵妹收定 喵妹在这里与你不见不散 喵妹在这里